江湖有言,得屠龙刀者即可号令天下 而今屠龙刀在我天鹰教的手上 凡有不从本教者,毁邦灭派 天空一身乍响,谢迅闪亮登场 这个一身金毛的男人今天也是为屠龙刀而来 银素素岂会相让,谢迅一步落空,后招又致 忽高忽低之间连人一锅数招,反手擒住宿素素手臂后 特身后代,夺了宝刀 银素素一脚踢出,屠龙刀高高飞起 群雄一看当即抢去,却见屠龙刀直直落下 刀未至封已刀,入力之时强健的劲气将众人震推 台上针斗两人当即霸手直奔保刀而去 刚要靠近时张翠山巧先一步拿到手中 谢迅要刀不成,台主震死两人,当即扬言道 如若不交屠龙刀,他会一个一个杀死众人 直到他还刀为止 无奈之下张翠山只得还刀 拿到刀之后谢迅欲杀人灭口 张翠山飞身而来将其拦下 一阵激将之下,二人决定鄙视定输赢 这鄙视内容还任由张翠山来定 谢迅怎么也不会想到张翠山与他比拼的是书法 他号称银沟铁化,最擅长的就是书法之道 声音闪动间,他已划出竖剑 跨步而回时,石壁之上石块掉落 十六个大字赫然于目 随后谢迅招来英素素和张翠山 抬手点运二人 随后翻身上台纵神长笑 一声声声吼响彻当空 直阵的众人晕了过去 待张翠山醒来时,却发现他们一在船上 两人也被铁链绑住四肢 对面的英素素还在那里哭哭啼啼 他问及三哥断手断足之事 英素素完全不知 就连龙门标记的喜安也和他无关 张翠山一时间陷入了沉思 大船连飘几日 却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遭遇晝风 谢续摇摇晃晃来到船舱 挥刀砍断两人束缚 风雨飘摇之下三人纷纷跳水 也不知过了多久 英素素缓缓醒来 发现张翠山躺在不远处昏迷不醒 发现他呼吸微弱 便用了最原始的救治办法 随后两人开启了荒岛求生的日子 抓山机插鱼 张翠山的技能包逐渐丰满 相处的几天里两人隔阂渐出 他也放下了架子 真诚的向素素道歉 这一颗二人冰视前线 悸动的两颗心又近了一分 这时一声大鹤传来 岛上火山喷发地震连连 山洞外的谢迅像疯了一样乱砍乱劈 口中大喊着我要杀了你 他来到洞口 对着两人就是一顿劈砍 张翠山左躲右闪 还是被刀饼击中 情急之下 英素素射出两枚银针 没入了他的双眼 他们趁机远离谢迅 随后的日子 两人感情飙升 对着远方两人默默一拜 在献血的见证下 二人结成了永生相伴的夫妻 为了能生活下去 他们烧桃之步 一项项生存技能逐渐被发掘 还时不时的对谢迅进行投胃 不久素素怀孕 两人的爱情也有了最佳见证者 分别当晚谢迅再次发疯 嘴里一直叫喊着要杀陈坤 英素素强忍分娩之痛 还是不小心发出声音 谢迅挥刀砍去 张翠山舍命将来 这时地震又起 摇摇晃晃之中 他带着素素逃出山洞 平静之后 一声婴儿的啼哭 为这片小岛带来了祥和 谢迅也平静了下来 转眼九年过去 受苦受难的小无忌长大了 小岛上观察多年的谢迅 终于发现风向将变 重回中原的日子即将来临 可真等到那一天 谢迅却选择留在小岛上